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零加三實施了至今一個月 雖然對出入境的限制 較早前的確是寬鬆了很多 但外來的訪客 訪港銀次變化不大 對本地的經濟情況似乎未有助益 根據入境處的資料顯示 零加三實施了一個月之後 即是9月26日至10月25日期間 機場的出入境旅客人次 都有上升趨勢 入境的旅客實施後 增加了35% 增加了22萬人 至於出境的旅客人次增幅更大 在實施前的17萬多人次 增至到實施後的24萬 增幅為40% 不過出境的旅客 是以港人為主 不是外國人走 是港人出去玩 入境的港人 由大約11萬增加到16萬 增幅是49% 出境的港人是12萬增加到18萬 增幅是53% 非港人的旅客 入境人數由5.6萬 增幅到6.1萬 增幅不夠9% 即是來來去去香港人走了 自己就回來 帶點錢走 其實每個人都出去玩 政府你想一下 要不然就放光他了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贊助有能力的Patreon 支持 多謝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